联合国大会首谈新冠病原 谭德塞和各国施压中共 恒大财富高层被拘留 恒大港股一度暴跌25% 黄思痛批 中共是美国最大经济和战略威胁 大陆将公布渐进延迟退休方案 学者称大势所趋 中国房地产税立法暂缓 分析称贸然实施恐有不利影响 毛小零巧克力开售秒杀 单科茅台酒成本不到亿元 沙利文王毅密会 中共单日派103架军机扰台 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新唐人快报 我是秦月 今天是美东时间的9月18号星期一 订阅新唐人了解最新药文 首先来看到 本周全球世界领导人将在联合国大会上 首次会谈中共病毒疫情问题 四年来 国际社会仍然无法确定 这个掀起二战后最大的危机的病毒 到底从何而来 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塞 在一次采访中表示 由于第一起病例是在武汉发现 他正在敦促中共 允许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进入中国 进行全面的调查 此外 他也呼吁各国的领导人 在和中方的双边会议上就此问题 要求北京配合调查 谭德塞表示 他已经以书面的形式 要求北京提供档案信息 如果中共允许 他计划派出专家团队前往中国 中共过去一直阻挠卫生组织 派专家到武汉调查 直到2021年的1月 疫情爆发一年后 才让第一批专家造访武汉病毒研究所 疾控中心和华南海鲜批发市场 然而卫生组织半年后 再度要求到武汉调查实验室的时候 被中方认为是冒犯而拒绝 谭德塞指出 中共根本没有给予他们完全的参与权 谭德塞发表上述言论之际 各国的卫生局和制药公司 一直在竞相更新疫苗 对抗新出现的变种病毒 来看一下则快讯 上周66号 中国公安机关拘留恒大金融财富管理公司的高层 杜亮等人 随即引爆了恒大的港股股票 周一18号涌现卖压 股价一度暴跌到25% 跌到了0.465港元 创两周以来的最低水平 截至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凌晨2点 恒大股票下跌11% 而恒生指数整体下跌0.9% 自8月28号复牌以来 恒大的股价一直剧烈的波动 该股复牌后一度跳水79% 深圳南山公安局的公告显示 详细情形还有待进一步调查 但没有说明有多少恒大的财富的员工被拘留 也没有说明对他们的指控 警方还鼓励民众报案 来看一下则快讯 2024年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彭斯 周日17号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 中共是美国在21世纪的最大经济和战略威胁 彭斯说 他很自豪曾推动美国的对华政策 转向强硬立场 彭斯表示 由于中共多年来的贸易不当行为 知识产权侵害 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挑衅 以及对中国信仰者的人权侵犯 川普时代的美国政府 已经向北京发出了明确的信息 美国无法忍受这些做法 随着中共采取了更具侵略性的行为 彭斯认为 拜登应该加大对中共施压的力度 他表示 如果他赢得总统大选 他将限制中国在美国的投资 直到中共纠正错误 按照国际贸易的规则形式 同时他还要加强美军 在亚洲地区的军事存在 打造一支拥有355艘舰艇的海军 彭斯说 我相信美国能够在亚太地区 胜过中共海军 因为归根结底 和平和繁荣来自于实力 来看一下则快讯 中国的婴儿潮世代 迈入了退休的年纪 预计今年将有2800万人退休 创下历史新高 但有消息指出 中共将在今年公布 渐进式的延迟退休方案 计划在2055年前后 实现65岁男女同龄退休 弥补劳动人口大量流失 目前中共规定的退休年纪为 男性60岁 白领女性55岁 蓝领女性50岁 这项延迟退休方案在大陆受到广泛的关注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认为 老龄化社会已经对中国经济带来沉重压力 当局公布渐进式的延迟退休方案 是受大势所趋 但他认为政府不能一刀切 必须采取灵活措施适应现实 杜鹏称现在许多的老年人都受过更好的教育 退休人员不应该被视为负担或者无法服务 由于他们经验丰富 应该鼓励他们参与社区治理 他认为从社区老人护理到促进老人的社会参与 中国都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 例如德国和日本的长期护理和保险制度 2022年到2035年被大陆媒体称为 中国的最大退休潮 平均每年都会有2000万人退休 来看一下则快信 大陆近日公布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 在财税领域部分 包含增值税法 消费税法 关税法等立法 将在本届人大常委会任期内提请审议 但备受关注的房地产税立法 和个人所得税法修订 并未出现在本次的立法规划中 分析师表示 中共暂缓房地产税立法 可能是考虑到国内的经济形势 现在公布任何增加负担的措施 都要格外的谨慎 但长远来看 立法的方向没有改变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李荣认为 由于房地产在中国人财富中占比很高 相对更为敏感 同时近年房市供求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从房纸市场过热转到房纸过冷 此时贸然实施房地产税将对房市乃至经济发展 产生不利影响 来看下个快讯 贵州茅台和瑞幸咖啡联名推出了酱香拿铁 拿下惊人的销售成果后 上周和德福合作推出了毛小林53度酒星巧克力 再次创造可观的收益 开卖当天不少的民众在茅台冰淇淋门前排队抢购 网购平台天猫同步首发的三家店 更是在开售一分钟内受信 这款巧克力食用的主力产品500毫升53度的飞天茅台酒后 再加工按照官方指导价采购 据官方网站介绍 官方指导价是1499元 每颗均添加了2%的茅台酒 卫生年人 孕妇 酒精过敏者不可食用 民众食用后不能立即开车 也不能在开车期间品尝 有媒体报道指出 按12颗礼盒装的经典酒星款的价格推算 一颗巧克力的最低价格约15元 而每颗巧克力中的茅台酒的成本约为0.65元 有品尝过的消费者表示 该款的巧克力酒味较淡 没有酱香拿铁浓 来看下个快讯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9月16号到17号 在马尔他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举行密会 讨论台湾问题 熟悉这次会谈的美国官员透露 一些微小的迹象显示 北京可能准备好重新开通美中的军事沟通渠道 降低冲突风险 然而在美中外长会晤当天 台湾国防部侦查到103架中共军机抵近台湾飞行 其中40架穿越台湾海峡中线 延伸到西南和东南空域 另外还有9艘中共军舰在附近活动 台湾国防部周一9月18号表示 过去一天中共军机的扰台次数明显上升 台湾的军方将秉持 备战不求战 硬战不避战的态度应对挑衅 同时以处处是战场的思维 实时做训练的概念 提升防卫作战能力 台湾国防部表示 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 攸关印太地区的安全和繁荣福祉 是区域国家的共同责任 中共外交部18号宣称 台海没有中线 他们飞进的是自己的领土 一些分析人士注意到 这批新抵达台湾飞行的中共军机 包括空中加油机和空颈机 显示中共军方正在操练 在台湾外海或更远的空域作战 好应对其他国家的军队 可能介入台海战事 好的 锁定最新要文 请订阅新唐人快报 别忘了留言和点赞 我们一起传播真相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